Hello,我是Sheryl,关注我带你看最真实的加拿大 我昨天花点时间看了一下各个平台的私信 发现最多的问题居然是问 加拿大现在疫情是不是很严重了 是不是水深火热 每一天看到这么多新增的病例怎么办呢 我准备要去加拿大了 现在特别的担心,好焦虑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居然有这么大量的人问 那我就决定今天发一期视频跟大家讲讲 加拿大真实的疫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声明啊,这个视频完全是我个人观点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观点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跟分享 我自己觉得呢,加拿大是完全没有在水深火热的状态 加拿大疫情情况比起年初和去年底来讲好太多了 我所在的地方呢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 多伦多是整个加拿大人最多的地方 那昨天来讲呢,整个安省新增病例是在200多 这个新增病例比起几个月前呢,极其大幅度的降低了 你要知道在前几个月安省可是每一天可以冲上4000的新增病例呢 相比较来讲,现在疫情已经算是控制的非常好了 我知道接下来这一个月会有很多朋友从国内入境 大家都会非常担心 比如说自己啊,或者是自己的小孩入境以后 在加拿大的生活会不会很危险呢 或者是就是会不会到处都是病毒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 因为虽然疫情在继续,但是生活也在继续 你的心理状态调整好 因为来加拿大已经是一个既定现实了 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焦虑 而是想想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去解决它 那我从几个方面讲吧 第一个就是疫苗方面 如果你来到加拿大 你有这个机会打到疫苗的话呢 那我觉得还是尽快的去接种比较好 现在接种疫苗啊 比一个月前我去接种疫苗的时候啊 已经是完全两个世界了 在那个时候我还要去抢号啊 去各个不同的网站啊 蹲点啊,凌晨去抢这个辉瑞的疫苗第二针 但是现在真的是随便打 你就去那打就好了 而且哪种疫苗都有 那在加拿大呢 主要是打辉瑞跟莫德纳的 阿斯利康大就还是 嗯,别打了 虽然疫苗不是万能的 但它的确可能会变成一个防护 第二个呢就是生活方面 其实生活呢完全都是正常的 现在加拿大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商场啊,超市啊 还有餐厅啊,全部都开放了 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的话 我会还戴手套 可是去商场的话我就不会戴了 但是在餐厅吃饭这个方面呢 我本人来讲 我是暂时还不希望去餐厅堂食 因为毕竟就是你知道 大家做的比较近嘛 我会去餐厅买外卖 然后拿回家里面吃 每个商场都会有美食广场嘛 我去逛街的话 我都会去美食广场买了饭 拿回家或者是在车子里面吃 因为有的时候商场的确挺多人的 但如果人少一些 或者间隔比较远的话 那我也会考虑在商场里面 那户外的方面呢 因为现在加拿大是夏天 它的日照时间也比较长 通常到8点多 甚至是9点钟才天黑 所以很多加拿大人呢 都会在户外活动 那么在户外呢 其实是不需要戴口罩 我呢去户外的时间都是周末 人都会比较多 也会经常的就是擦肩而过 挺挤的 所以我自己会根据情况 大部分时间 我还是一直戴着口罩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大家都不戴口罩 就我一个人戴口罩 感觉好奇怪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身体跟健康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就根据 你那个时候的情况 比如说你去到户外 一个人都没有 或者人家离你大牢远 那你可以不戴 但如果你像我这些视频 我觉得还是要戴比较好 有很多留学生要入境 就做一下准备 那我是觉得呢 第一次还是要人去到超市的 毕竟你要看一下 你附近的超市卖的是什么 加拿大有什么 你喜欢什么 就是这种东西 你要去熟悉一下 那你去了一次两次 可能你觉得 我不想去超市了 或者是我离超市比较远 我要坐公共交通才去 我想减少跟别人的接触的话 那其实像比如说 Costco啊沃尔玛呀 还有各大的那种华人超市 都早就已经推出了 这个网上购物 你就直接送货到家 所以你自己在熟悉了以后呢 你去网上买 它给你送到家就OK了 像买菜呀日用品啊 都是网上就可以搞定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 最后呢 就是要勤洗手勤消毒 像去到商场啊 银行啊 或者是各个超市啊 餐厅啊等等 你都会看到 哪里都是那个免洗手业 我自己的习惯呢 是即使我在一个商场里面逛 我可能去完这家店 我要挤一下 我去下家店 我还是要挤一下 我就会很习惯性的去 用免洗洗手液去消毒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过分的担心 因为加拿大的疫情情况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但以后怎么样 不好说 不论如何 生活还在继续 所以大家 嗯 就是做好准备 不要过分的担心 接下来呢 我也准备发一期 就是关于 要买哪一种防疫用品啊 怎么样消毒啊 我自己平常用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 我觉得防疫 虽然做的挺好的 我就坚持到现在 我跟大家聊聊 什么样子的防疫用品 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点点关注 点点赞支持一下 然后就等着我发视频吧 祝大家在加拿大一切顺利 想知道更多支持的加拿大 记得关注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